大家好,欢迎来到甜甜笑 张无忌作为倚天屠龙忌的主角 在各种机缘巧合之下练成了各种神功 他在江湖上大出风头,在于一而归 和张无忌这样堪称纯奇的经历相比 大家更关心他的感情生活 虽然最后的张无忌和赵敏归影 两个人过起平凡简单的生活 当时张无忌的桃花战却是不少 小赵、英黎还有周芷若 这些都是张无忌的过去 有的还曾是张无忌行肩上的人 虽然张无忌最后和赵敏在一起了 当这些女子也都在她的心上留下了痕迹 张无忌还是挺花心的 那么张无忌这一生中最爱的女子是谁呢 肯定有不少人猜测是赵敏 毕竟最后是他们俩在一起了 张无忌愿意为了赵敏舍弃了名教教主之位 也放弃了能问顶天下的机会 而赵敏为了张无忌也放弃了他蒙古郡主的身份 他们都能为对方放弃这一切本该属于他们的东西 只为了两人能够在一起 所以赵敏是张无忌最爱的女子吗 其实并不是 只不过是在相处的过程中 两人相互有好感 这才在一起的 而张无忌最爱的女子 其实是伊登大师的传人 他就是连魂庄的朱九珍 因为朱九珍的祖先乃是伊登大师的弟子 朱子柳 朱九珍家还有家传绝学 伊阳子 伊阳子乃是伊登大师的成名记 这样算起来的话 朱九珍也是伊登大师的传人 那为何说张无忌最爱的女子是朱九珍呢 要知道当时的张无忌处处茅庐 江湖上人心险恶 一根都不懂 在遇到朱九珍一家后 张无忌对朱九珍一见钟情 后来甚至把自己所有的秘密都透露给朱九珍一家 连衣服的下落都被张无忌给说了出来 足见张无忌对朱九珍的喜爱 他愿意把自己的秘密分享给他 可是朱九珍从来没有喜欢过张无忌 张无忌偶然得知了真相 受到的打击特别大 这成了他心中最深的情商 以至于在后来的一段时间内都不敢以真心凌世人 你觉得张无忌最喜欢的人是谁 欢迎留言评论 喜欢记得关注我哦